保禄传道的深情 历代的基督徒都尊崇保禄为最伟大的宗徒 他是最积极、狂热的传福音者 不过,他要提醒所有欣赏他、敬仰他的人 我原是宗徒中最小的一个,不配成为宗徒 因为我迫害过天主的教诲 然而,因天主的恩宠,我成为今日的我 天主赐给我的恩宠没有落空 我比他们众人更毛孺 其实不是我,而是天主的恩宠协同我 有天主恩宠的伴随,保禄变得豁达了 不再把持自己 若必须夸耀,我就要夸耀我软弱的事 我在大马士革时 阿勒达王的总督把守了大马士革人的城 要逮捕我 而我竟被人用篮子从窗口 沿住城墙记下,逃脱了他的手 为什么保禄那么强调他软弱无助的时刻呢? 他适宜地挤压在一个篮子内 鬼祟逃难,值得炫耀吗? 不 保禄也不是炫耀他的软弱 他是在承认自己的脆弱和无能 他深深地领会道 他的传道工作彻彻底底的 是天主的工作 我们是在瓦戏中存有这宝贝 为张贤那卓著的力量是属于天主 并非出于我们 我们在各方面受了磨难 却没有被困住 绝了路,却没有绝望 被迫害,却没有被弃守 被打倒,却没有丧亡 身上时常带着耶稣的死状 为使耶稣的生活也彰显在我们身上 的确,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时常为耶稣的缘故被交于死亡 为使耶稣的生活也彰显在我们有死的肉身上 历经光荣的凌辱 恶名和美名 像是迷惑人的,却是真诚的 像是人所不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 像是待死的 看,我们却活着 像是受惩罚的,却没有置于死地 像是忧苦的,却常常喜乐 像是贫困的,却是许多人富足 像是一无所有的,却无所不由 为此,我为基督的缘故 喜欢在软弱中,在凌辱中 在艰难中,在迫害中,在困苦中 因为我几时软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时候 宝露旅行宗徒植物时 他同时参与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 和复活的主的德能 因为 基督虽然由于软弱而被钉在十字架上 却由于天主的德能仍然活着 我们也是一样 虽然我们在他内也成了软弱的 但对于你们 我们却也要由于天主的德能同他一起活着 这就是宝露传道时的心情 也就是他对十字架上的基督的深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